警车警车你不阳进啊 我说你会开点工作 快点把门打开 警车执行公务点啊 别防御公务 我这边法院信长执行快点 赶紧打开 那先把门打开 咱先第一个我把警车先开一下 你要干啥啊 要干啥咱执行 你先把门打开 咱警车咱这边法院 配合法院执行 你是不是警车是哪顿不阳进吗 不是不阳进 我得问问咋回事啊 你问咋回事 咱进去再跟你说 你找帮事咱捞一会啊 不是你找 主要是你想干点啥 我干点啥 我先你让我警示先进去 这事能办到我问你 我发现执行 我告诉你了 执行那你进来呗 那进来呗 秀峰 他曾经是金德旅速 复合馆有限公司的一名销售 2007年入职 在2022年6月的时候被辞退 由于那个销售业绩不行嘛 开会呢 完了发展 当时业绩没完成 我发展之后就给我撵抖了 当时开会嘛 全东北的都在一起开会 有三四人嘛 那当时呢 然后又给我从会议室撵抖了 我可以理解就是他辞退了一些销售业绩不达标的任务 对对 只要你不达标 就是他们定的任务 每周期是10天到15天左右 一开会 一开会一结 一结业绩 就是你完不成的开会当场人收拾你 在宋秀峰看来他就是被辞退了 因为当天过后部门领导再也没有任何的工作只派给他 但是他也意识到一件事 那就是他是被公司辞退的 这些钱应该是在就是清罪你的时候给你的 对 嗯 嗯 然后当时就是你去找他们的财务要这笔 就是以前应该发给你的这些钱 他是怎么说的 当时就过年早了 我再去就进不去 就进不去他们那里 对 工人员 对 办案就不能让你进了 嗯嗯 所以说我就上劳动仲裁了 仲裁完事完了 仲裁给我裁完了 我就到法院提诉 于是在2023年 宋秀峰来到了沈阳市皇姑区人民法院进行起诉 要求被告金德吕素 复合管有欠公司向其支付 公司及相应的保险失业保险金 及相应的经济补偿金共计12万余元 经过我们院的判决 后来被告人上诉又经过市中院的判决 最终支持了本案的原告 也就宋秀峰这个提出的这个合理的经济请求 中级人民法院的审理 判决维持沈阳市皇姑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第一项 第二项第四项第五项 撤销沈阳市皇姑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第六项 变更沈阳市皇姑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第三项 金德旅速复合管有限公司支付宋秀峰经济补偿 七万九千二百二十二点九五元 二审下来之后还是维持原判基础上还多判了点 因为我又找了一些证据 他们不承认咱们是尽得了员工 但是我们手干净六年了肯定都有点证据 所以说二审又接了审 二审又快到半年了 申诉半年了 没办法就是到职业局了 就是判决之后他也没有给你捡 那你又是找过他们吗 没有你找不着人 他们不会见你 虽然宋秀峰胜诉了 但是金德公司还是不给钱 于是在2024年 宋秀峰向沈阳市皇姑区人民法院执行局 申请了强制执行 本案的申请执行人宋秀峰向本案申请强制执行 申请执行之后呢 我们查局了这个被执行人的对公账户 也同时呢 提醒这个申请人宋秀峰 可以追加这个金德旅速复合管理先公司 这个他们的分公司 为这个本案的被执行人 经过追加呢 发现这个相应的天津分公司 还有其他地方一些分公司 他们的对公账户下 均没有财产可供执行 因为被执行人名下没有可供执行财产 所以我们今天让申请人 领着我们法院的工作人员 到达这个被执行人的营业地 到了现场我们想寻找一下这个公司的负责人 与他协商这个还款事宜 在7月6号一早 沈阳市皇宫区人民法院的执行法官 驱车来到了沈阳市皇宫区黄河北大街的 沈阳金德工业员 执行法官要找的这位崔总 就是本案的申请执行人宋秀峰以前的直属领导 但是门口的这名保安对执行法官的话充耳不闻 坚持要先打电话联系人 出于这种情况 执行法官立即下车来到了保安室 这时我们看到不远处走来了另一名工作人员 执行法官上前交涉 那先把门打开 咱先第一步 我把警车先开下去 你要干啥 要干啥咱执行 你先把门打开 咱警车咱这边法院 咱这边法院 配合法院执行 你是不是警车是打算不让进吗 不是不让进 我得问问咋回事 你问问咋回事 咱进去再跟你说 你找帮事咱闹一会 不是你找 主要是你想干点啥 我干点啥 我先你让我警车先进去 这事能办到我 我问你 我发现执行 我告诉你了 执行 那你进来呗 进来 在执行法官和申请执行人 往办公楼里走的时候 申请执行人宋秀峰 突然跟记者说 他看见崔总的车了 不是那个 崔总开的车 这就是什么崔总开的车 就证明他现在应该是 葛这个单位呢 对应该是 刚开完会回了 算算了 你还比较了解他的行程 我了解 我太了解了 十多年了 按照申请执行人 宋秀峰的这个说法 今天崔总应该就在园区 可是这个园区实在太大了 只能先去办公楼里找一下 那你这楼里边还有谁 其实这公司人员都是在哪啊 办公吗 山楼 哪里都有 今天是山楼 管理层在哪里 销售的 管理层在山楼 销售的管理层在山楼 就管你的 管我的就那个需求人 你这上山楼 你平时说你们在楼里边没有人啊 这边开门 办公楼都没有人 都开门都没有人 这锁售呢 没有人 这是办公楼 这是办公楼 你现在 咱今天今天来了 对吧 你告诉我 现在是 人在哪能找你们 咱能跟他联一上呢 那刚才 这系统能才能联一上 那是去找他呢 刚才一找他 他啦 他为了不介绍 就给他退出了 经过执行法官的搜查 并没有发现所谓的崔总 甚至都没看到几个办公人员 就在执行法官打算回头去找 最开始的那名工作人员的时候 突然又发现了一名工作人员 我是公共法院的 公共法院的 公共法院的 你这边领导在哪 我们领导平时就在隔壁办公室 他们在吗 没在啊 你看能给我联系一下吧 你们负责人现在这层 这个楼里边谁说的算 在吗 这人 我不知道 我都好长时间明白了领导 他们总统一办公室 我看屋门开的呢 他不在我 没在我 没在我 能不能连接吗 我没有他电话呀 领导电话你没有啊 那你平时跟我怎么联系一下 我直接跟我部门电脑联系 问他联系 你这是啥部门啊 我们现在财务部门 财务部门是吧 嗯 财务部门 那你现在财务 没有人吗 没有人吗 那你们财务部门 那个是负责给公司员工发工资的不 这个 这个不为我解答 我本应开始 不是你们财务部门 不得负责给员工发工资吗 对不 嗯 那你说咱们现在有一个 你们之前的员工 叫宋秀峰 宋秀峰 来 认识这个人吗 我不认识 你不认识他 他是来的 他不认识他 原来王姐在 我不认识王姐 我新来的 财务部门事前在哪 在哪 在哪里 对在国立公司 走吧 这是财务部门 我这边是黄法院执行局的 嗯 然后 你这边是你的财务主管呗 行 不是 稍稍稍稍等一下 好 我这块有个电话 嗯 行 那我先 先那个啥 行 那我们身上货舔了 这一栋楼里也没几个人 这么一看也就财务这屋 工作人员能多一些 那么正在接电话的这位 是财务主管吗 他能联系上相关领导吗 那就你一个老人了 现在 对吧 那你应该你刚才你不是认识这宋秀峰了吗 你俩不认识吗 对吧 但是我也不知道我认错了 然后 但是反正他认识你 我可能看出来 刚才自门就打扰过来的 我不是冰冰 冰冰他找的 对方否认了 认识本案的申请执行人宋秀峰 并给自己的领导打去了电话 开工 来 法院来人了 喂 你在飞机上呢 行行 那就是 那下午能回了吗 你这边来我跟你说两句 来把电话给我 来 你刚才法院给你听话 喂 喂 电话到了法官这边的时候 对方挂断了通话 并且执行法官再次回播的时候 对方没有接通 那你这样 那你们这边既然是 给原部发工资 我们法院来执行 就是你们金德这个公司 签这个宋秀峰这个公资 然后经过法院已经判决了 等那个啥咱们领导回了吧 他应该下午就能回来 咱们也是 对不咱们今天来 咱们不能等到你下午啊 反正执行今天不能等到你下午 咱就是说现在 因为你说你们这边负责发工资的 所以跟你所有人的工资得给 那你看如果是你们这个主管 或者是赛上帝主管 你给我联系一下 嗯 行 那我就是我再看看要一下电话 因为咱们就是网上的领导 因为咱只是一个就是小财务嘛 网上领导咱们就是电话咱也不接触 那我就是我再联系一下咱们财务经理 嗯 让他就是提供一下电话 那您看稍稍等一下可以 你再联系一下好不好 嗯好 经过短暂的等待 这名财务人员并没有给执行法官具体的回复 法官决定不再等待 下楼去找找别的线索 没想到在楼下就碰到了最开始的那名工作人员 据了解这名工作人员姓左 是在车间工作的 你让你找一下催肿啊 催肿能找到不 找不着 这车是谁的 不知道我 你问我我哪知道 这要的车是谁的 要的车不知道这个 据松永峰说这要的车是什么催肿的啊 那也不他啊 他有车吗 你问他催肿有车吗 他知道你说是催肿的吗 他进前来 是哪个是催肿的 公司是什么 但是他用 那不是公司车 对 这车在公司名下吧 对 我问您的官司赢了呗就是 这车在公司名下呗这个车 你问我我哪知道 你啥事都问我 那你现在问你 现在你这公司是什么职务啊 你问他 我现在问你话呢 你问我干啥 我法院我现在问你话 正常你能配合不 配合啥呀 你法院啊 你是那啥不 就让他看一眼了 我没有工作人员 咋就让他看一眼了 就让他看一眼了 就让他看一眼了 那个红组法院 对 这名姓左的工作人员 脸上笑嘻嘻 但是面对法官的提问 一直在绕圈 不好判断是装不知道 还是真不知道啊 咱今天来是解决事来的 宋秋风你们公司欠宋秋风钱 我认识他 我认识他 你这个钱怎么给他钱工资 那你不得找领导 那为啥你出来接待 不就是领导派你来接待的吗 对啊 我接待你们 不用我接待 你们不进来了吗 不是 我先去你们接待 行 你现在接待了 咱现在不是闹这事吗 对 这个钱是打算怎么给 咱现在不问你这事吗 多钱吧 你就现在多钱你这个 12万多 崔准不知道吗 不知道 是吧 你的官司我也听说过 你官司完事怎么办 官司完事了 一审二审都完事了 我就跟领导反应呗 一审二审都完事了 我接待你们就这意思 你们来啥事 对吧 你崔准不回家 我接待你们也不用我接待 啥事不用接 你们就直接就进来了 咱跟你表明是法院身份了 对吧 你们之前的保安博士 不让咱进嘛 对啊 对吧 那咱不得问问啥事吗 你问啥事 那告诉你法院去了 对啊 而且你当时大门会看到他了 你俩都闹半天 不就知道啥事吗 那你们就进来呗 不是 你又说现在就是啥呢 我就指复说啥呢 跟你反应呗 毕竟得有领导解决 对我老宋也知道 你说你找我 我也说欠他多少钱 我能管吗 你不得找领导解决 所以你还是能联系上领导不是吧 对 那你现在联系一下呗 我现在联系不上他 你现在你给谁打个电话 他都不接我电话 你们来了 我给谁打个电话 你把电话号告我 我给谁打一个 还不有吗 我给谁打个电话 对 你打电话多次不接 我给你打电话 从来也不接 我都不接 你跟他联系一下吧 我联系不接 我联我得上楼上找他 那楼上没有人 我也没办 不是他电话 你给谁打一个 你现在当我面给打个 他不接是不接的 你当我面给打一个行不 哎呀他不接我打 你打一个 你打不打和他接不接是两把事 你能打一个不 可以给你打一个 我不能打 我只能把这事给你反映一下不行 我就没多钱 十万八万的 那你不也一直不没给吗 那不今天来干啥来了 我等他 等我跟领导说 你先给他打电话 好不 跟领导说 你能配合这事不 我还给我打个电话 你给领导打电话 协助咱们职系 我打不了电话 我打啥 你领导完了说 打电话就打电话的 你这不法院过来了吗 你协助职系 你老宋你给打 我咋也不接 我打吧 你说我官司判完了 你就该咋解决咋解决 这玩意你就私下都能解决 这事 哪有十万麻烦呢 你现在是公司什么时候 我给其中打过 还不来一会儿 所以我就跟你比 你咱就说 您平时都不见我 你让我给你找人 无论执行法官怎么劝说 这名工作人员始终 不愿意拨打电话 并且表示 即使自己打电话 崔总也是不接 只能有本案的申请执行人 宋秀峰拨打 但是很遗憾 对方并没有接听 看现场这个情况 这名工作人员 也给执行法官 进行了一番解释说明 等你下回来 我跟崔总说完了 你们下回来就解决了 到时候咱俩一起找 我找他一包 毕竟钱不是他自己说了 算点 他虽然这远取的老总 但是他要钱的官总部要 这些事他不得 他说你官就下来 他得往上包 包完总部提完才能给 他到哪儿涨个十多万钱 要一万两万钱 我就说 就是因为金德工业园 这个工程档案上显示 这个公司早就成立了 而且咱们就是 沙阳市人都知道 这个工业园 这个金德这个管业 实际挺有名的 所以说我不相信 你们这么大一个企业 会欠一个人职工工资 十多万不改 对吧 咱这个格局 你知道 对不 因为他老宋也知道 因为啥呢 就是我这园区 我要是主管 主管这个园区的运营 你说平时花销啥的 那都是人家总部说的算 所以你的官司下来 他也得往上报 说这个什么 孙小峰的官司赢了 该多钱多钱 但这晚上你法院判 咱肯定应 对不对 但你得给咱时间 你不是说今天下来 明天就咱那 你除非搬个花盆走 你哪有那多东西啊 这晚上不得一步赢 咱也不说 你要崩塌 咱也不应 既然你官司赢了 咱就应呗 执行法官觉得 他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 这么大个厂子 终究不是个人的 无论是赔偿还是开资 都得是总部拿钱 需要一定的程序 那既然这样 执行法官决定先给金德工业员下达通知 敦促他们尽快配合履行判决 判决一审二审判决成效以后 你一直没履行 所以今天 再给你下达一份 执行通知署 才能报告令 这时候我跟领导说一声 到时候你们来不行 你看看 拿个笔子 贾琳 你看看老宋 你看看啥值钱 下回来你苗上直接拉走 值钱 我那房子给你 那玩意儿 你来了你没有目标 来有啥用 今天来会儿有啥体验 就是签两名 写你们 这个你报告他们公司财产 把这也添一下 这我哪知道大哥 你不说你的车是你们公司的吗 那这事我就敢提早了 这事我可不能瞎提 这个才还要 财产谁敢乱写 谁敢写呢 写想写你们走吧 那你们公司主管 这除了是吹总 吹总是下面的人是谁啊 下面哪有人了 下面都干活的了 也踏实他下手 下面都干活的了 没有用的 吹总跳舞也没有人 都是干活的呗 那你是那个车间的主管 我就属于一个班长级别的 有吗 相对来说我就属于一个班长级别的 零几个人干活的 行你们走吧 没有事 完了到时候这事咱研究 咱今天来是先礼后病 你要是下回来就插房设备 咱就找点有钱 也别的了 直接拉走就完事 行吗 咱今天来主要是为了督促你执行 那是什么行为 你现在是啥 就是到时候我跟他 我找他 我还找吹总 对吧 沟通这事 那实在不行 你们再来我门口我都不去 你们爱啥转啥转 就完了 走走 好 经过我们后期的核实呢 发现这个奥迪车辆 并非是在被执行人这个公司的名下 所以我们目前没有办法对这个车辆进行排卖 经过我们跟这个姓索的工作人员的沟通呢 我们给他下达了法院的执行通知书 限制消费链和财产报告令 我们也是希望他向他的上级转达我们这个执行这个要求 也希望他们敦促他们这个尽快的来能承担这个还款义务 如果这个被执行人呢 向我们这个法院提交了他们的相产的财产情况 我们可以对他们的公司的一些财产可供拍卖的财产进行相产的查封 然后如果后期本案的申请人如果发现他们法人的一个行踪呢 我们可以对这法人进行相产的司法拘留